他说自己学佛多年 总感到沉浸心 孝顺心不够 请问如何才能启发自己的沉浸孝顺 问他好 你老老实实地学地词汇 你那个沉浸孝顺心就慢慢提升 如果你在经教里面去学习 你疏忽了弟子规的修学 这个沉浸孝顺心永远做不到 为什么 这是私上做的 然后把对父母这种沉浸孝顺 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 那你就进入菩萨了 菩萨心目当中 他认知是什么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对待一切众生 是对待父母孝顺心来对待 这个人叫菩萨 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真的知道 这个话不是假的 为什么说一切男子是我母 一切女人 一切女人说一切男子是我父呢 生生生世世啊 过去父母啊 那未来的父母啊 这不是假的 我们在这儿转了多少事啊 如果现在真的你的天眼也恢复 虚明也恢复 你就晓得多少人是过去父母 虚实的因缘 虚实的因缘 何况来世 真的是这关系 这个不是假的 不是我们一种理想 它是四世真相 所以佛说的话 你看金刚经上说 如来世 真语者 甚语者 如语者 这个如字重要啊 如是什么 如说跟四世完全相应 这叫如语 所以佛讲的话是如语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自己 把过去生争忘记掉了 不知道眼前许许多的人 跟自己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这许许多人 对自己 有什么样的恩德 第一次归上的教 记恩 不要记悦 不如意的事情 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别人对我的好处恩德 念念不忘 做出这个样子给人看 如果社会大众都明白了 都能够感恩 都能够把愿望记了 你说这个世界多美好 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了 所以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己 创造的 不是别人 地狱天堂 都是自己造的 所以老实落实 弟子归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从这个技术上 向上提升 这是正确的 这是如法的 不像不从这个弟子 向上提升 那释迦牟里说 说 父与佛弟子 佛不承认 你是他的学生 因为你没有按部就班的学 那佛你也问 佛在什么地方教我们这样学呢 佛在今夜三福里 教我们这样学 今夜三福 三条是一句 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宗派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 那这是共同科目 无论是贤教密教 宗门教下 都必须要遵守 你看第一个 孝阳父母 奉死四长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 你说这里的有没有弟子归 孝阳父母 奉死四长 落实在弟子归 慈心不杀 这水因果报应 落实在感应品 下面一句 修世善业 我们的提 这个提倡 有根据 不是随便说的 先学弟子归 再学感应品 然后学十三业 这个顺序是佛派的 不是我们捏造的 这是人间的 善男子善女人 他有标准在这里 那么你就晓得 弟子归不能落实 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弟子归落实了 善男子善女人 基本条件有了 还要向上提认 还要学感应品 还要学十三业 才是佛门里面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不能不知道 具足善男子善女人的身份 条件 才能修佛 你看才能升级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 不凡为宜 你才能受持三规 所以如果没有 弟子归感应品 十三业 受持三规 叫明治三规 什么叫明治三规 有名无实 这个要知道啊 再好的 什么法师大德 给你受三规 都不是真的 佛不承认 互发神 不承认 那么你具足这三条 就是我们讲 如实道三个根 这三个根 你都做到了 佛承认 互发神承认 互发神承认 互发神就保佑你 再向上提升 这就修大臣 他第二条是小臣 受持三规 居足终结 不凡为宜 是小臣 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 把沙弥律义做到 那今夜三规 第二你具足了 再向上提升 发菩提心 身心因果 度送大臣 劝尽行者 幕后劝尽行者 是化他 你看看最高指导原则 是一句 是一句是自立 是成就自己 最后一句的时候 是教化众生 劝尽 劝勉 别的 学佛同学 把他们带进来 所以你自己 不是一个好样子 你怎么能帮助别人 幕后一句 就帮助别人 也不客戎 愿场 劝尽